苏勤说 中国女人总是爱省钱 但也总是不会省钱 其实省钱这件事 无关难与 同样的 因为不会省钱而被坑的人 你我身边 比比皆是 在豆瓣上 有一群人的生活重心 只有两个字 省钱 他们加入各种 节俭抠门省钱组 薅羊毛组 每天费尽心机 只为了把一分钱 掰成两分花 当然 有抠门 就会有翻车 看了这些 励志省钱的 抠抠子翻车故事 你就会明白 有一种省钱 叫浪费 省钱 会浪费更多时间和钱 很少有人能抗拒 免费的诱惑 更想不到 免费的后果 事实上 免费的 往往是最贵的 有人可以耗费两三天 发动各位好友 砍一刀 只为了免费 领那88块的红包 也见过大爷大妈 在药房免费 领鸡蛋挂面 然后买了 几万的保健品 我们抗拒不了 省钱的一时爽 只是 省下的 都是小钱 最终消耗的 是你大段的时间 甚至更多的钱 为了省五百的房租 应愿租离公司 巨远的郊区房子 每天起早贪黑 在路上耗四个小时 到公司 灵魂出窍 到家了 不想动弹 为了凑 二百减二十的满减 提前三天 做加减法凑单 熬到零点不睡觉 只为了抢钱一万名的 那点赠品 闻梅的时候 在八百和一千二之间 选了八百的 闻完 瞅到见不了人 洗梅 花了两千 家里灯泡坏了 熟人修 不花钱 但做了一桌好菜 开了一瓶好酒 花了三四个小时 还欠了一个人情 省下的小钱 倒成了捆绑和负担 但有便宜的时候 不占 又不甘心 这就是 抠抠子们 一次次被小便宜奴役 又一次次 欲罢不能的心理 有网友贡献了自己的经典 省钱翻车瞬间 约朋友去吃火锅 为了省停车费 也是为了省事 冒险把车停在了路边 吃火锅的时候 全程提心吊胆 担心被贴罚单 吃也没吃爽 吃完一看 果然被贴了 火锅一百多 罚单二百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明知道省钱有风险 还是抱着侥幸心理 万一呢 省到就是赚到 殊不知 没有那么多意外之财 能量大多守恒 就如经济学家 薛兆峰所说 当你在省钱的时候 也会选择 其他一种 非金钱的方式去支付 而这种 非金钱的支付方式 你不一定承担得来 省钱 付出的是健康 甚至人生 因为一时的短事 图省钱一时的派感 浪费时间和钱 都还不算什么 还有人因为抠 搭尽了自己的健康 在很长的时间里 用身体为那一点小钱买单 花了十几块钱 买了一箱猕猴桃 看着都熟透了 怕放久了坏掉 一次吃了八个 吃成了肠胃炎 牙疼图省钱 觉得拖着自己就会好 结果拖成了牙髓炎 根管治疗一套下来 一共三千多 为了满减点了两份外卖 担心浪费就几乎全吃了 吃完犯了老胃病 还在养胃 这些事儿看起来跟段子一样好笑 但都是省钱背后真实的心酸 他们并非真的缺那一点钱 但就是忍不住站在钱包那一边 不省不舒服 跟自己对着干 省钱的苦 最后还是要身体来扛 但这些其实都还好 毕竟还有人因为贪便宜 妻里子散改变了人生 知乎打主叶雪分享的故事 就这么戏剧话 同事已婚且有孩子 但常常留连风月之地 一次吹嘘遇到了一位小姐 不为她的钱 只因折服于她的魅力 献出了不少免费服务 但谁知这位小姐很有手段 一段时间后就说自己怀孕了 一次要挟 闹到了单位逼迫同事娶她 一番鸡飞狗跳之后 同事竟然还真的离了婚 有些大的人生变故 并不一定酝酿自汹涌的风暴 而来自某个不起眼的决定 也许因为省 因为一次不合宜地谈便宜 一笔小钱 就足够改变一生 高效省钱只有两个原则 之前听过一个说法 想花钱 爱花钱 能花钱 会花钱 是花钱的四种境界 想花钱是欲望 爱花钱是消钱 能花钱是底气 会花钱是智慧 只是大多数人还停留在 钱三种 并在达到第四境界之前 被盲目地省钱带进坑里 省钱是来自人本性的短视和贪欲 贪小利 贪意识安逸 贪意外之财背后的快感 看起来只是关于钱 背后却关乎一个人的生活观 就像是那句话 你怎么花钱 救过怎样的人生 一直记得三十二一里 王曼妮去买鞋的场景 她要买一双好鞋 去游轮上度假 就算肉疼 也宁愿花几千买正品 一步到位 也不愿在微商那里 买看起来光鲜的高仿 朋友笑她 买一双鞋都能买三四双普通鞋了 换着样式穿更好 王曼妮说 一年买四双好鞋就够了 二十岁追求样式 三十岁该追求品质了 她的收入不算多 但每笔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 不因为便宜而将就 买就要买自己最想要的 这反而是最高效的省钱办法 所以最高效的省钱原则 只有两个 一 自己不喜欢的 再便宜也不要买 我妈就是那种 一看到打折 就走不动路的人 一看到促销 就战斗力满格 她买过二十块的针织衫 三十块的连衣裙 付钱的时候 是这些衣裙的高光时刻 买回来 从没穿过 明明不喜欢这些衣服 却忍不住为价格心动 这种心动 稍纵即逝 过后就是闲置和嫌弃 除了增加支出 别无益处 二 自己不需要的 再便宜也不要买 什么是不需要 就是不管你现在 花不花钱买这个东西 对你的生活都没有影响 千万不要想着 将来总有一天会需要 或者高估自己的消耗力 大量囤积 机灰占地的跑步机 化身切面童子都付不完的面膜 都是血与泪的教训 需要之外都是浪费 记住 有些东西不买 力省百分百 所谓会花钱的第四境界 就是这样 买一样东西 并非因为它的价格 而是为了它在你心里的价值 宁缺 你现在花的钱 正塑造着你将来的样子 当你在我身边 记忆着竹容颜 你微笑的脸 是最美的诗篇 往事已默默重演 映在你的眉眼 你对我说月光下要坚强 时光吹散了少年 梦想在爱中点燃 落眼 轻轻飘漏在你的脚边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我一直在人家而回 正寻找你消息的脸 用尽力气 努力奔跑 只想再看你一眼 盛开曾经记得花 在悬崖凋谢绽放 是爱让我勇敢 我是你最亲爱的笑 来陪你看满天星河 你给我一颗种子 让我许愿你会回来 用力握住你的手 做你微笑的天使 等大海会盛开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